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上品男人抗格局 格局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 更是男人与男人之间最大的差距 有一句谚语说 再大的饼也大不过烙他的锅 类似的还有一句 天大的馒头也是蒸笼蒸的 一个男人的成就他的人生是否能烙出满意的大饼 完全取决于烙饼的那口锅 一个男人的未来能蒸出多大的馒头和蒸笼的大小有关系 格局太小的男人世界里只有自己 只有眼前 维护不了一个家庭 更当不了孩子的榜样 不仅自己看不清未来 家庭的未来也不明朗 对男人来说格局是什么 格局就是心胸大志向 就是对未来的筹谋 做人有包容心 做事大气 能够把握大方向 特别是在家庭生活中 男人的格局里包含着责任与担当 宋朝的苏氏在《刘侯论》中说 天下有大勇者 粗然灵之而不惊 无不加之而不怒 有格局的男人面对突发事件和无端指责 能够控制自己的惊恐和愤怒 这才是大志大勇的体现 拥有大气的格局是男人最为重要的品质 大格局就是要有大志向 大目标 不会鼠目寸光 同时又不会斤斤计较 大度宽容 大气的男人胸怀宽广 不会刻意把有可能是伙伴的人变成对手 有格局的男人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懂得从自己身上寻找问题的原因 不会推卸责任 大气的男人当进则进 当退则退 稳重沉静坚韧不拔 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大气之人淡定从容 欲视沉稳中又积极果断 老恋里却又重视有加 胜不交 败不馁 男人赢在格局 输在计较 一个人的格局有多大 就意味着未来的成就有多大 男人赢在格局 输在计较 与人合作 如果总是拘泥于自己的小利益 难免被人看不起 即便一时得利 却丧失了合作伙伴的信任 可谓是本末倒置 因小失大 与人相处 如果总是把眼光放在别人的短处 而不反省自己的不足 听不尽中眼你耳中不下不平之事 那么难免流于平庸 真正成功的男人能容难听之言 能容得罪之人 能容男人之事 才能达到做人真正的境界 大格局的人有达到既定的目标之前 不放弃的决心与勇气 小时候读三国演义 我总是对刘备有偏见 主要是觉得他假惺惺的 大男人动不动就流眼泪 怎么称得上是伪丈夫 又何德何能能与熊主曹操争夺天下 直到长大了些读了三国志 蜀汉 仙主传 才明白能得诸葛先生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又岂能是庸才 刘备的前半生都在逃亡 却从未忘记兴富汉室的梦想 百折不挠 屡战屡败 而又屡败屡战 征战半生才有了徐州 转手就被吕布 卖了丢了 好不容易到手的基业又禁礼下 赤壁之战前刘备气心也走当阳 妻而失散于乱军之中 若无常山赵子龙拼死救出刘阿斗 半辈子唯一股血也要失去了 那年她已经48岁 在古代平均寿命很低的情况下 已经算是老人了 即使对面是世间最大的势力 随时可能面对彻底负面的命运 依然义无反顾 一如桃园三杰一时匡扶汉式的誓引 一个人一无所有不难 难得是得当后再失去 还能爬起来继续努力 这就是大格局的人 能获得超越常人成就的原因 二 上品女人看气质 夸奖一个女人时 我们会用到各种各样的形容词 而有气质是对一个女人最高级的评价 最综合的评价 善良 大方 有自信 有活力 有修养 这是做气质女人的基本内涵 气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美 是一种不失粉带的妖娆和魅力 是一种气韵气场 善良是气质的底色 善良是女人的天性 小说或者电视电影里经常听到妇人之人的话 这原本是史记里面用来批评项羽的 却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女人的善良 女人们总是好心肠 对人对事很容易表现出同情悲悯 善良是女人的底色 没有这个底色就不会有真正的好气质 任何化妆都抵不上一颗善良的心 宽容 大气是气质生长的土壤 其实不仅男人需要大气 女人更需要大气 现实中大气的女人非常难得 大气就是大方之气 不琐碎 不唠叨 不斤斤计较 不抱怨 不牢骚 不怨天尤人 大气的女人善解人意 一定是最贤惠 最可爱的 在家庭里她懂得站在丈夫的角度思考问题 夫妻之间最好的关系就是 我懂你的 不容易 三 精致是气质的细节 都说一个让人意向深刻的女人 有的不一定是漂亮的容颜 但一定要有气质 女人不漂亮没关系 有了气质的加持一样可以光彩照人 岁月无情 容貌也多多少少 不如年轻时经验 但气质女人沉淀下的韵味 独特的美感 却会让人越看越觉得漂亮 精致的女人就像一件高档的珠宝 熠熠生辉 细腻璀璨让人爱不释手 精致不一定就需要高档的衣服 首饰或其他道具来塑造 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态度 切一壶茉莉花茶的时候 放两颗玫瑰加一勺蜂蜜 是一种精致 品茶的时候知道用自己心爱的慈悲 或者透明的玻璃杯装上 而不是用一次性纸杯 是一种精致 精致的女人注重品质细腻 让男人觉得高尚 精致的女人美好珍贵 让男人觉得来之不易 必须好好珍惜 精致的女人更懂得享受生活 气质虽然抽象 但拥有她的女人 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表现 却是非常明显的 这几点小细节 恰好完美诠释了 什么真正有气质的女人 一 有内涵不自傲 若是将女人形容成一本书 外貌长相就像是好看的封面 而真正吸引人的就是 那独不腻的内涵 常看常心 一个有内涵的女人 不仅谈吐之间尽显优雅 一举一动 也会更加的自信 张弛有度 当然内涵的丰富 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获得的 而需要日金月累 从点滴开始 从内而外散发出 与众不同的高雅气质 二 有独特的个人风格 女人千姿百态 气质也不尽相同 或清诚可人 或五味惊艳 亦或是优雅高贵 虽然气质并不能具体的 以一件衣服或者是妆容来判断 但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却是非常深刻的 不同风格气质的女生 不仅在单人处世上的表现 可能有所不一样 在穿衣打扮上的区别 也是最容易被区分出来的 通过后天的不断摸索 从而对自己的风格 有了清晰的定位 普通女孩也能塑造出气质感 三 人品正 形式低调 有句老话叫相由心生 为人正直善良的女生 不仅能让人感觉亲切温暖 也是自己浑身潜移默化的气质 相处之间总是不自觉的 为他人考虑 任务细无声的气质 最令人心动 四 仪态端庄 有些美人虽然长得确实出众 可总是一动就幻灭了 一坐下就翘起二郎腿 吃饭时大声的叭起嘴 都可能让人将其美貌 给自动屏蔽了 而气质大方 仪态端庄的女人 对待细节总是严格的 行走时会抬头挺胸 肩颈自然打开 坐下时几倍也挺得直直的 让人一眼感觉到 满满的精气神 气质随之提升 都说气质是女人美丽的修行 不仅仅是天生搅好的容貌 管理好自己的气质 活得更加的出彩迷人 举手投足之间显露风采 或许你早已是美的艺术品 那些真正有气质的女人 共同特征大多明显 以上四点 看看自己占了几样呢 亲人分享就到这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